今天咱用大豆腐做到美食 大豆腐改刀给它切成大散的块 切好大豆腐放中间 碗里边打五个鸡蛋 少加一点盐 用筷子给它打散 再加入1.5倍的温水 用筷子再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找个勺子 把上面的沫子给它撇出去 要不然蒸出来以后不光滑 然后把鸡蛋液倒入这个大豆腐中 蒸锅上去 后盖蒸8分钟左右 时间到出锅 起锅烧油 多来点肉沫 肉沫炒熟 加点葱花蒜沫 13姜 生抽一勺 蚝油 小火的炒香 加入一勺清水 少来一点盐 鸡精 白糖 来点老抽挑挑色 水淀粉勾勾小薄馅 来点明油 整个黏糊的出锅 往这豆腐上给它一揪 这小菜您吃过吗 老香了 撒点葱花 小米辣 出锅 就这小菜 你想不想吃 哎呀 营养均衡 来上一口鸡蛋和豆腐 泡点大米饭 那你就吃吧 喜欢的 双击收藏 保留做法